由于原物料成本上涨加上乌尔战争的影响 轮胎价格光是在今年的上半年已经涨了两次 而近期包括了普利斯通 固特异也宣布将调涨售价 最高涨幅来到10%以反映成本 业者表示不排除还会再涨 师傅熟练的拿着工具拆卸轮胎仔细一一检查 常常开车上路的民众定期更换轮胎 不过光是轮胎价格上半年就已经涨了两次 现在部分品牌又宣布要涨价 恐怕让驾驶们吃不消 反映成本压力米其林马牌先后在四五月涨价后 近期普利斯通七月一号起再针对轿车胎 清卡克车胎调涨2%到10% 固特异也宣布八月一号起再调涨4%到10% 包括轮胎然后可能水管我们车子上用的水管 还有汽油管还有那个一些我们火星塞 就是一般的铁制类品的东西也都在涨 以一条轮胎4000元为例涨幅2%到10%来看 如果一次换四个轮胎就得增加320元到1600元不等 业者也说因为无二战争影响零组间价格上扬 连带让维修保养也涨价 驾驶养车成本又得增加 所有的维修东西包括机油 刹车皮 刹车盘 就是原物料的东西也大概都是涨5到8%左右 正常保养的话到1到2000块左右 那现在可能保养可能2000到2500这上下 大概涨几百块这样子 业者表示常规的保养可能已经对很多车主有压力 恐怕只会有更多的人考虑选用OEM的零件来替代 深圣荷包减轻负担 记得许三成员至台北裁缝部到